哈喽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来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葡萄牙右派政党 邪嘎 邪嘎 我叫他邪嘎 又邪门又尴尬的一个政党 就是所谓的葡萄牙极右政党 大家都知道现在整个欧洲极右主义在抬头 然后呢 葡萄牙这一次大选 经过这次大选以后 其实这次大选之后并不是特别的明确 有可能6月份的时候会再选一次 因为呢 他是主要的政党PS就是社会党 然后拿到了27% 然后呢 那个右派的就是PSD 社会民主党拿到了28% 然后谢盖党呢 他拿到了10% 就对于说议会中拿到了40几个议员 所以说正式的成为了葡萄牙第三大党 所以呢 我们就是说整个媒体主流媒体上面 对这个党的分析呢都说他们又是又反移民啊 然后又种族歧视啊 又极右啊 又军阀啊 什么的 就各种各样的 所以呢 今天在这里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给大家研究一下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党 因为你他说什么不重要 要跟他在竞选的时候提出来的正义才是最重要 他提出来什么样的法案 他提出来什么样的政策 因为你不能光听他说什么 要看他的政策倒下 所以呢 我们来从政策 我们就从根源来分析这个党 他到底是不是那么极右 是不是那么让人威严所听 OK 我的那个 我这两天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啊 然后看了一下他们党自己的那些介绍啊什么的 然后最后呢 我觉得还是维基百科里面对他们总结的最好 那么但是呢 维基百科如果你要是看中文版的维基百科的话 他就是很少 就是因为翻译的东西比较少嘛 但是呢 我这里就是看他们普文的维基百科 然后呢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党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政策 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主张 能够让他冠引极右的名声 因为他其实有一个所谓的欧洲民主自由联盟 就是像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现在执政党 然后再加上法国那个拉帕他们那个党 都是这个极右主义联盟里面的 所以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 这个斜尬党的那个又邪门又尴尬 记住了 这个党它的政策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首先说一下党魁 就是他们的党主席叫做Andreventura 其实他们自己内部也有一些变化 因为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很极右的 然后呢 他经过一次宪法法案 本来他和一个就是有一点就是 军政的那个党合并的 但是最后宪法法院说你们这个党 意识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不允许他们合并 然后那边那个Milidar就是那个 就是带有军统色彩那个党 他自己就解散了 然后融入到了这个党里面 然后他们党内部又经过了一些 内部的党魁斗争 然后基本上是把这个 把那党他们的那些人员吸收过来 但是把他们党的一些主要意见领袖 都踢出了邪噶党 都踢出了邪噶党之后呢 就基本上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有一点想往中间靠 因为毕竟极右支持人太少了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哪些政策给他冠以了极右的名声 说一下Andreventura 这个文突拉 他以前是一个足球评论员 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普太极右的这些人 想在电视上面啊 或者想在一些主流媒体上 他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发言空间的 其实他们是不给他这种机会的 但是呢文突拉他以前是一个 commentario的football 就是经常解说足球啊什么 所以他很多的那个机会 然后他最 他一开始出名的时候就是在电视上面 公开说就是说 Sigano 吉普赛人就是来这里骗钱啊 然后犯罪的主要的那个根源啊 然后说什么他们就是 比葡萄牙人获得更多的优势 比葡萄牙当地人 比更多很多优质的医民 比如像我 获得更多的这种社会资源 他觉得就是 基本上还是蛮种族歧视的一种 就是很赤裸裸的针对这个Sigano 吉普赛人群体了 但是呢他现在既然一个党 他要正式化要珍规化 他就必须不能喊口号 也不能够一些 就是针对别人就是 靠骂别人来上台 他就必须要有一些具体的政策 那怎么样把他的ideology 把他的想法 落实到政策上面呢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 让大家就自己有一个 分析有一个想法 来看一看他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 所谓的极右或者是 右偏 就是非常有稍微在 孤断的想往中间性靠拢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的政策 首先呢他说的是公共医疗 公共医疗大家都知道 葡萄牙公共医疗非常的慢 但是呢他至少是全民免费的 然后也有一些私立医院 如果你钱比较多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去私立医院 然后就会减少一些排队的时间 这个葡萄牙公共医疗 不算是很好的 但是至少老百姓人人都有病 看 虽然说很拖吧 嗯 但是有些急的还是可以 然后呢他这里就说 谢个长他们提出的政策 就是大部分 就是 首先国家的医疗费用要透明 这一点我是完全支持的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不透明的情况下 你把纳税人的钱拿来花了 就花到什么中心 所以就有很多的贪污腐败 但是我觉得他提出的政策 应该是成立所谓的民间 或者第三方的监管机构 然后不光是就是普通的 然后让老百姓来成立这种监管机构 然后他所有的单据都必须公开化 都必须发到网上 让大家可以 如果有人闲着实在没事干的话 可以去逐条逐条的查 你要相信我葡萄牙一定有这种人的 特别有这种闲着没事干的人 然后呢我觉得透明公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他另外一条就说 希望更大量更多的去私有化 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可取的 因为你更多的把很多公立医院私有化了之后 其实你伤害到的可能效率会提高 但是你伤害到的是绝大多数的老百姓 和那个绝大多数中产或者中产以下的人 因为你不是什么病 你都需要去私立医院的 那在这种免费系统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是很右派的想法 想搞美国那种东西 通过保险啊什么的 但是美国一年有多少人 因为医疗账单而破产的 所以我就是觉得 为什么会有穷人去投这个党 你明明这么右派的 明明就是给有钱人 那既然我有钱了 那我就过得更好 我就不需要去进入私有系统 私有医院配套更好了 美国有钱人过得多好 穷人过得多惨 这是大家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透明公开 绝对可取 大量的私有化公立医院 这是不可取的 这是第一点啊 然后再看第二个 就是教育他们的 他们希望能够 就是取消教育部 这点就让人很震惊了 为什么要取消教育部 其实根源也是 他说哎 他说现在主有媒体吧 很多所谓的就是政治正确啊 在学校里面已经是主导 但是有很多人 比如说有保守主义思想的 那些不同意堕胎的那些 因为谢格党他其实跟那个 教会啊什么 他是很推崇 他们党的那个党宣言就是 Dios Padria Familia Dios Padria Familia 所谓的就是上帝 祖国 家庭 那就是把上帝是放在第一位的 We are secular society 我们现在是一个民主化的 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 如果你把Dios 就是上帝啊 放在第一位这个 Really Really 这叫做Rolling Backwards 是一种退后性的政策 就他们党的那个党 党指就是三个Dios Padria Familia 然后就所谓的教育部 他就是也是从他们这个党的根源上来讲 希望有更多的 比如说我们要教大家新上帝啊 我们就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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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了 确实是很不好的 因为你是世俗社会 取消了教育部之后 那你教育的终止 政策的大方向 谁来定啊 那你干什么 就丢下 那不是又变成 世俗和宗教部分家的话 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大家就经历了这么多年 已经有历史的前科之见了 no 然后还有一点呢 他就是说取消教育部呢 就更多的私立学校 again 再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党大多数的选民都是穷人 这些东西虽然说的好听 但是最终利益上说的 哦我们要定自己的教育方式 比如说每一个学校 我们可以 就是segregation 更多的区块化 就是你们是想学这个的 你们就去那边 你们想这个学去那边 比如你们是穆斯林的 yeah 你们那边是喜欢学佛教的 或者是中华文化传统的 你们自己建一个私立学校 听上去是很好 但是落到实处上 落到实际的政策上 是损害穷人的利益的 免费公立的 我们的社会是发展了这么久 才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 所以也不可取 这一点我完全否定 他关于教育的提案 再一个就是 再一个他就是提了一个 就是关于宪法修正案 宪法的修正案它里面 就宪法确实是需要不断的修正的 因为宪法 它是一个 因为整个随着社会的变化 然后你的基本大法也是需要有所变化的 所以说他这里提出的宪法修正案特别搞笑 中间提了一点 说要阉割 那些什么强奸的 儿童屁 就是要进行阉割 我觉得安德勒文兔拉 这个文兔拉 好像以前他是一个律师 我就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学的法律 像我们学法律的人就知道 我们学法律的法理的第一课 就是刑法的目的和目标 不是为了报复 英文里面有很著名的一句话 中文不是说吗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然后英文里面这句话 还有后面一句 I fall and I We all go blind 就是以眼还眼 最后大家都变瞎子 刑法他最终的目的 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为了报复 不是为了让你觉得说 啊我终于得到了报仇 不是的 是为了让这个是对社会 有危害的人 离开人群 然后对他进行重新再教育 然后看他能不能再回到社会中 如果 而是阉割这种东西 就像死刑一样 我是坚决的反对死刑的人 因为死刑一样 这些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事情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要是 所有的法院是什么组成 法院也是人组成 只要是人就有 只要是人他就会犯错误 他犯了错误以后 你还可 无法就是挽回的局面 虽然说你坐牢 失去的时间也是无法挽回的 但是如果你最后证明 你是被冤枉了的 你还可以申请至少换钱啊之类的 还有一些程序 你可以进行一部分的补偿 但是比如说像什么阉割啊 什么死刑啊 这些是你无法补偿的 而且刑罚这种东西是为了报仇 是为了让人觉得心里爽 而并不是达到 拿掉这个 你拿掉他这个对社会的危害 进入监狱系统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诱寒 然后非常非常往后的 就是阻止社会前进的一个法律 所以不可取 然后呢他后来也说 justice 就是很多的时候增强 给警察更多的权利 给那个警察 社会上面出更多的警力 这就是police state 你知道吗 就是让 虽然说 你会更多的 看上去是更安全 是Washington 还是Jefferson说的 如果你拿自由换安全 到最后你会两者都失去 我不同意这个 然后再接下来是 经济 他说经济他提倡 能够降低EVA 然后降低这个 就是降低 降低税率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右派的 基本上所有的右派政党 都是降税降税降税 我同意降税的 我觉得是葡萄牙的EVA也好 还有他的社会上面 各种税率其实都很高 EVA到了23 再相当于是整个欧洲里面 最高的一个阶梯的国家了 但是他的经济并没有这么好 我但是 这个党他并没有当过执政党 然后也并没有什么真正执行的经验 我就觉得说 那么就国家这次要运作的话 你必须要钱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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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到什么程度 你不能拍脑门 哇23也太多了吧 四分之一了 减 10 一拍脑门又是20 0 你要有一个 当然这个说的远时过早 不知道他们这个减税 说他减到15% 是怎么算出来的 但是呢 我需要有具体的这个 他们没有提供更具体的数据 他们怎么算出来15%的 我怎么样说EVA算到15% 让那个大家都觉得 是和 既能够维持国家继续运作 又能够 达到这个降税的目的 所以这一点没有看到 我还是话又说回来 这些都是伤害老百姓的政策 穷人 伤害穷人的政策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党的投票的人 都是些穷人 对不起啊 我不是说你穷人 为什么 你是没有看他们的这个 党的那些意见吗 没有看这个党的政策吗 然后再来一个住宿 他说现在呢 葡萄住宿是有严重的问题的 然后 他就提出了 有一个就是 为了能够提高 就是居民的住宿率 降低 契税 就是房屋交易税 然后降低 房产税 然后还有一个降低 那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降低印花税 这三个税其实 就是 房产交易税是比较高的 基本上是5%以上 然后 然后其实他的 葡萄住宿率 当地的那个 房产持有税 就是移密 其实还是相当于比较低 千分之三左右 比起美国那简直就是 杯水车薪 然后还有那个 再说一个 Import效率就更少了 它是千分之八 所以 这一点我觉得 其实这三个税率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葡萄牙的整个效率 它的房屋供应量太低了 它整个效率 比如说你想投资一个房产 你想修一个房子 来进行一些投资 就是 你要 只要是一个新的项目 要在市政府去 批一个新的项目 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你最多也就是去做一些 旧房的改造 但是问题是在旧房改造的同时 你也 也需要经过这个手续 但是你并没有 增加 那个叫什么 旧房量 就是 供应量 它还是这个市场 还是这么饱和 你必须要不断的进新的 所以说这一点 要从政策上 还有最重要的是 要从执行上 来进行一个根源性的扭转 就是效率太低的问题 OK 还有他就是同意 他们支持就是 放开Airbnb 随便做 嗯 可以了 这点我支持 然后再一个就是 这一点 他还有一个法律呢 就是他的提案 就是 就是所有的那些退休人员 就是不管你是多少年退休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都是必须要有一个 最低工资保障的 就是 比如说现在工资涨到了820 那么最低人员工资 不管你以前是如何计算的 你的最低工资也需要 就退休工资也需要拿到820 820 这一点我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他这些选民 就是 即使是不看 可能就为了这一条 很多年纪比较大的选民 都会支持他的 因为普代人很怪 他们这个东西 并没有水涨船高 你以前算出来是多少 就是说到 很多人拿的退休金 两三百块钱 这个是无法生存的 在这个社会上 所以说导致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 是从逻辑上面说得通的 但是呢你要说回来 他以前交税的时候 交了400块钱 按照400交的 他现在领800 对吧 因为最开始 我刚来普代亚图 那个最低工资 四百五六十块钱 你说你最开始交税 是按四五百 国家的财政漏洞有多大 但是呢 从原则上来讲 从这个叫什么 基本的人权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那你现在 社会的退休人员的 最低工资必须是要保障的 要跟这个社会的 最低工资是一致的 这一点我是支持的 这点我能理解 为什么有很多年纪 比较大的人 会要投这个党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提案 既合逻辑又合理 可能在财政上面 会带来一些很大的问题 但是 再一个就是 Europe 这一点可能 接下来他们这个政策 就是最受到人为诟病的 Europe Immigrasum 他又提出来一个 我们不应该就是 一视同仁的 打移民法案 应该是 按照 quota 就是按照所谓的 配额来选移民 比如说我们是社会 现在缺护士 我们就只收护士 有护士自治有才能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缺医生 我们就只要医生 比如说我们缺工程师 比如说我们缺建筑队 我们就是所有的 都要按照这种 社会需求来 我给大家评价 That's a pipe dream 就是葡萄牙 你不要 就是你没有一点点 就是自我意识 全世界任何 你看看英国 所有的护士 你只要是个护士资质 你就要去申请批准率90% 医生 99% 我跟你讲 工程师 真正的工程师 然后这些女生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所有的国家 只要是高级技术人员 只要是 就是我们就说的 所谓的高级技术人员 特别是蓝领 这种工程师 技工啊这些的 每一个社会都缺 每一个社会都需要 你葡萄牙 如果你想要去跟这些大国 跟这些牛国 去竞争的话 你的优势是什么 你没有优势 还有一个就是 普遇的障碍性 谁会说普遇 没有人会说普遇 如果你要把移民的门槛 设置成 社会需要的优质技术人员 那我跟你讲 来葡萄牙移民的人 就低了 而且葡萄牙很需要 很需要 基础工作人员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招工吧 我们贴出一个港号 来硬撑 我们基本上受不到 葡萄牙人的简历的 除了巴西人 尼泊尔人 就是巴基斯坦人 葡萄牙人很少 连社会最低的工作 都保证不了的话 你怎么样去保证 保证其他的行业 因为葡萄牙自己都不干 然后呢 葡萄牙自己的那些人 得了有了护士知识 医生知识的 也不在葡萄牙呆 那么英国呢 有quarter Let's go Englander 然后一看呢 比利时大批大批 都在葡萄牙招那个护士 Bewjin let's go 所以不要去想 千万不要 你提出这个法案的人 是对自己的国家 和对这个社会 没有一点点 现实主义的认识 你还专招技术 谁来啊 你自己国家的技术人员 都留不住 你还去招别的国家 人家人有这种技术的人 来这里 英格兰德 United States 人家都走了 好不好 你如果能够把 来这里的最基础劳工 踏踏实实地留下来 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Please be sober 清醒一点 OK 然后再接下来就说 嗯 然后这一点就是真正的racist 就是种族歧视或者白人之上就来了 就是说我们就看有很多的中东过来的难民 什么叙利亚啊这些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乌克兰的难民 然后就是说那么对乌克兰的难民就要展开 因为我们是丢死对吧 上帝之上的国家 所以就是我们同样都是 虽然他们是东正教吧 我们是那个叫什么姓妈妈教吧 就是这种情况下对他们展开门 如果像什么伊斯兰的这些人过来了 我们就要更慎重或者是甚至要关闭这个通道 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这就是100% racist 就是纯粹的种族歧视 呀他们在关于移民的政策是一滴一点都不可取的 然后再接下来 第三是关于他们的什么 我看还有什么Voto obligação 就是必须性投票 我觉得民主政策并不是不好 但是民主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如果你和人聊天的话你就会发现 像我们这些自我吹嘘一下 像我们这些平时会看政治 会看什么党派呀 会看什么就是多大概知道每一个党的方向 有很多人他去投票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还不知道这个党的方向是什么 他就觉得这还不错 好像这个人在电视上面说的那些 叭叭叭叭叭叭叭 听着还不错就去投票了 根本没有从故事不知道什么叫左 不知道什么叫右 不知道什么叫政策 不知道什么叫方针 不知道什么具体执行的方案 和提出的法案有什么区别 就是真的我觉得选民很多人就 就不叫蠢 就很叫ignorance 就是很不在乎 我觉得真正的投票应该是 把投票弄成是像考驾照一样的 你必须考试 你要最了解到最基本的知识之后 你才能够去投票 因为你连考驾照 开车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需要这么多的交法 力交规懂了之后 你才能够上路 你才能够不危害社会 不危害社会中的其他人 但是你想想 我们投票是要去决定哪些傻缺 要领导这个国家 走入下一步走入辉煌 走入繁荣富强 你连这个 这个不比开车要严重的多吗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 道理都不懂 最基本的文化 就是最基本的知识 所要求量你都没有达到的话 如何可以去决定 谁才能够引导这个国家 我觉得不应该是必须投票 因为应该是有资格投票 就是考试 就像考驾照一样的 只要人人都可以考 只要是你有资格 只要你有国籍的 你人人都可以去考 但是你要考过了你才能投 OK 就是我的想法 你们可以借用我的想法 I think it's perfect solution 我觉得这个是民主的完美解决方案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还是提倡 就是更严重的惩罚 法性惩罚呀 还有很神的事情 就是他们说 你看大家生活这么困难 然后租房这么贵 为什么那些犯了罪的人 反而可以白吃白喝白住 然后就希望让这些犯了罪的人 去进行 就相当于劳改 中国那种劳改 这里就会支撑很多的社会问题了 谁来决定他们做什么工作 那么犯人的人权又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东西都是很复杂 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是讲得通的 确实那你对这社会犯了犯了刑 所以我们就要剥夺你部分的自由 让你进行改造 但是如何进行实行 如何落到实处 如何什么样的执行政策 这一点比他的这个口号 这口号容易喊 但是真正要落实是很困难的 我目前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落实或者执行的政策 所以这是一个空的口号 但是从原则上来讲我是支持劳改的 然后再接下来还有什么来讲 我看看啊 还有 还有对就是为了防止 Nepotism就是为了防止连带 裙带关系 为了防止政府内部腐败 所以说就让家庭成员不能从政 这一点听上去是有道理 但实际上是没有的 就是你凭什么从人权的基本来讲 凭什么我哥我姐我妹是一个政治政客 或者是在那个从政的我就不行了 为什么因为他的权利就侵害到我的权利呢 所以 然后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是不是 谁来决定谁可以去从政 那我们产生的矛盾谁来解决 这种东西是对于人权的一个很侵犯性的 他的意图 小的是避免裙带关系 但是所有所谓的这种执行方案什么家庭成员不行 那么贪污腐败只是家庭成员吗 No 有些血清还不如那些有money关系来的重要 所以这个 防贪污 防腐败 防裙带关系 这个是在政治上面是很困难 就是也是一件确实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 但是如何进行防止 如何进行预防 他提出的方案是不可取的 而且没有实际操作可能性的 那就是违宪 然后这就是侵犯人权 然后他说提出要有更少的这个 什么市政委员会啊 市政的副市长啊 这些就是具体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葡萄牙是因为人太少了 还是因为人太多了 因为要走的手续太多了 所以他们市政府半点事情都很慢 只要跟市政府打过交道 只要跟任何公共警官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 我不知道是因为人太多 还是因为人太少 这一点我无法发表评论啊 因为不知道人太多还是人太少 造成了他们这种社会这种效率的极其低下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还有一个他就是说 教求就是葡萄牙要更重视什么 所谓的文化 所谓的保存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环境和自己的这个农村生活 我觉得他这个题子就是自消矛盾的 他那边说要取消掉教育部 这边又说要保存什么文化 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去保存文化 怎么样去让这个社会的人 就是每一个重新长出来 能根深蒂固的知道 我们是一个在存在于什么样的社会 这就是教育所达成的 像我们以前学那个历史 天天学历史 上下来的五千年 然后近代史 然后外国史 背书都背得头一脑上 这点很重要的 其实教育历史是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 所以这点很重要 在历史文化的教育上很重要 如果你取消了教育部 谁来定这个总方针 如果你要是让一些 就是学校都私立了 那么基督教教 他就交给你的全部都是 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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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从宗教的角度来给你讲这些 对不对 如果你要是定那种全民主 他就会忽略到宗教 或者是把宗教 讲成一个就是迫害性的 就是我们还是要取其中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双面性 都有一个分析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如果是宗教学校他就不会说 那么这么中世纪 为什么欧洲 为什么欧洲 从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宗教发达 就是宗教 世俗和宗教不分家的 这种发展成现在这种 所谓的世俗国家的 就是 他的这个提出来 这个党提出来的意见 就是自相左 自己相背的 你既然要取消教育部 那么中正怎么样能达到平衡 怎么样把葡萄牙的文化 不要说正确吧 至少是相对公正的交给学生 就这一点 我觉得葡萄牙确实 葡萄牙很多 我觉得他教育上面 就是在至少是在历史 和文化教育上面 确实搞得不好 因为他们学了很多 我的那些同学 都大学的 当是葡萄牙的大学 还是科研布兰尔好大学的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历史 就是很模糊 感觉他们很混沌 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性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确实 每一个民族 要有 要自身 要寻找认同感 就不管你承不承认 自己的这种认同 民族认同感 然后 国家认同 国家就不说 就主要是民族认同感 和那个 自己的一种社会 因为人类就是社会群 社会群聚动物 你自己的这种认同感 是很重要的 这种认同感 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历史 从文化的背景上面来的 这点很重要 但是 他们的政策 就是 ideology 就是方向性的东西 提出来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执行上面 就 在政策上面是很差很错的 好了 基本上他们这个政党的 这个大部分 就是提出来 在竞选中用的 提出来的这个政策的东西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们并不算是非常的极右的吧 在移民上面是很很右确实 很就是极端主义 这真的可以冠上种族歧视的这种帽子的 然后呢 在其他的政策上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党并没有经验 它并没有一个执政的经验 所以他提的方案 都是那种 就是很民间很popularism 就是很老百姓很草根很基层的一些意见提出来的 就是他觉得是怎么样 但是并没有很深层次的再进一步的去push 他的政策怎么样落到实处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些 他们这个党并不是完完全全无可取 他有一些政策 或者至少是有一些导向性的思想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落到实处 接下来呢 这个党现在已经成为菩萨第三大党 四十几个议会席位 看一下他们怎么样联合主政府 因为这一个月 看他们怎么联合主政府 是左派所有的夹在一起 但是右党和右派psd 就是社会民主党和 邪尬党 又邪恶又尴尬 和邪尬党已经就是 基本上是不可能联合主政府的 因为他们在那个整的很多方向性 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他们联合主政府 但是内部闹的闹的不行了 所以社民党已经公开表示 他们不会和邪尬党主政府 然后就现在要看左派的人怎么做了 如果左派的联合也达到不到绝对大多数的话 那么在六月份的时候 就要重新再选 我们就保持无政府一直continue OK 好吧 今天的短暂的分析 半个多小时的短暂分析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到益处 然后也希望大家对普代政治多多少少 增加了一点了解通过我的介绍 OK就这样了 拜拜 everybod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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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